她就是很喜歡看書 她就是看一本書 就是介紹世界各國打招呼的方式 她就找她的小表妹 跟她一起來練習 然後兩個人肢體動作 會就是越來越親密的碰觸 然後好像勾起了她 某一些生理反應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只有這樣子 可能是輕輕 然後後來演變成 越來越來越來越就是 親密的動作對不對 然後其實這場戲 我覺得其實是我自己 在整個電影當中 我覺得是最 怎麼講 最驕傲 最滿意的一場戲 真的嗎 因為其實 我覺得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 一鏡到底拍的鏡頭 很自然 對 然後 而且他們都是新演員 就是要一個新演員 做出這麼長的表演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兩個 就是這兩個新人 他們能夠拍完這場戲 我自己覺得非常非常的驕傲 可是小女生其實一開始 是有一點點抗拒的對不對 對 她會覺得說 我 她的年紀已經到 她知道說男生跟女生 應該是有一定的 保持一定的距離 那她那時候她心裡呢 她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讓這個大哥哥來碰我 她當然知道 而且因為她是獨生女 她是沒有兄弟姐妹的 所以一開始就是說 她會很抗拒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她叫雲雲嘛 我就說 雲雲那個 這是演戲是假的 哥哥只是在演戲 她就說 哪有啊 她明明就是真的親我啊 我心死了 口水都是真的 口水都是真的 那那個時候呢 你呢 小朋友會抗拒你自己呢 我自己喔 因為我覺得 其實整個過程都是 如果我害怕 或是我抗拒的話 小女生就會更抗拒 所以導演就跟我說 你千萬不可以 你要去帶她們這樣子 問題是 我也不會帶她們 所以你就要擔起這個執行者的重點 不可以有退縮的一個 要這樣子的話 就是要跟小朋友玩在一起 我覺得我就是 就是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妹妹 然後我就是 就是真的花感情去 去陪她玩 然後我也是真的就是 平常會打電話關心她 就像我真正的妹妹那樣子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說 因為我們排練很久 排練大概一年 她們才上場演戲 所以我用的方法就是 我每個禮拜 就叫她們來 就是有一天晚上 就叫她們來我家 然後我們就是 她陪她玩啊 就是叫她寫功課啊 然後一起吃東西啊 打打鬧鬧啊 她們兩個就變得越來越熟 就是到後來 其實那小女生非常活潑 跟電影裡面一樣 非常活潑 跟阿貴一樣 比阿貴還要更誇獎 比阿貴更誇獎 到後來就像比較一碰面 那女生就跳到她身上 然後就打成一團 把我客廳搞到亂七八糟的 就真的把妳當成一個大哥哥 這樣很信賴的一個大哥哥 其實我也是把她 真的當妹妹一樣 所以這一次除了 像是我們看到 用了採用很多新演員 來當主角之外 也有跟資深演員來做搭配 比如說像是 梅芳阿姨 還有梅秀姐對不對 要不要聊一下這幾個角色 那時候設定 讓她們跟這些新生代演員 妳希望中間可以擦出 什麼樣的火花 其實因為我們男女主角 全部都是新人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當中主要的其他的角色 比如說阿嬤 它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 阿貴從小是阿嬤帶大的 那阿嬤是一個 會喜歡到窗邊撿東西 然後嘴巴很愛碎碎唸 然後會常常說出來的話 都很犀利這樣的一個阿嬤 就是梅芳阿姨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好奇梅芳阿姨 真的是那種不二人選 對 對 就像這樣的角色 妳之前是看她在過去 像《九男孩》的演出裡面 就覺得 這個阿嬤真的是妙齋對不對 然後我會覺得說 她像是一個怎麼講 只要有她在 就好像鎮住了大家 就是只要有她在那邊 然後我覺得 因為這些小朋友的年紀 真的都像她真的孫子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阿姨來 她在 我有時候看她們 就是她一來 然後跟她們說話 幹嘛 就真的很像 很像一個阿嬤 跟帶著一群孫子這樣子 然後幾乎不像在表演 對 然後 比如美秀的話 那場戲很好玩 那場戲是旅行社 對 她是演一個 很…很神秘的女移社老闆娘 很熱心的 很熱心 南部的小旅行社的老闆娘 就是那個小女生 她就跑去旅行社問說 色盲島要怎麼去這樣子 然後因為她是鄉下的 小旅行社嘛 然後她們就很熱心的去打電話去台北 幫她真的問出來說 真的有一個地方叫色盲島 有 要怎麼轉機轉到那邊去這樣子 然後我會覺得 看過我們電影的人 每次看到那場戲 都是整個那種烘糖大消 因為我覺得那場戲其實非常有趣 就是我寫的劇本 然後我自己其實是第一次跟美秀合作 然後其實那是一個詞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我記得說拿給她 她就說 我記得她當天才拿到 真的喔 對 然後她就一邊化妝 她一邊看 然後看完然後就來 然後她完完全全就是那種即興演出 然後我記得我們 我還有我們所有演員在旁邊 真的就是那種瞪大眼睛 就是驚訝那一眼 真的是真的是太驚訝 看到一個那麼厲害的演員 然後那種臨場發揮 然後我記得我在那個Monitor前面 一直拚命忍 拚命忍 忍笑嗎 對… 所以在這場戲整個出來的效果 雖然說美秀姐在裡面戲份好像沒有很多 但是整個就是出來的效果 妳是很滿意的 非常滿意 而且我覺得那種 每次看到那一場戲 我覺得是畫龍點睛 就是這些很厲害的演員 就是短短的表演 但是我覺得他們就是把一個 也許本來是不是那麼長的角色 可是我覺得 哇 那個爆發出來戲劇的力量 我覺得真的是 我覺得我當導演都覺得 哇 我能夠請到他們 真的是很榮幸 所以除了演員 新演員 資深演員之外 其實背後還有一個很大的推手 似乎念真兼志對不對 這一次有沒有那個壓力在 因為要跟這樣子一個大導演合作 他完全放手給妳做嗎 還是說他在中間他會忍不住 說有哪些部分 他會想要去就是跳下來說 我要來倒一下這樣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常常會忍不住想要 可是他真的沒有 沒有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就是說他其實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是世界上最好的監製 因為他自己本身是一個很棒的導演 然後他其實也拍過電影 然後所以他完全清楚導演想要的是什麼 就是最大的資源 跟最大的創作空間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怎麼講 很努力幫我找到 我想是全台灣最好 目前最好的一批專業的工作人員 攝影師 美術指導 錄音師 然後給我所有技術上最棒的資源 然後 可是我覺得他對於 從演員的挑選 到我怎麼呈現 場景的選擇 一切一切全部都是交給我自己決定 我其實反而是有時候會覺得說 你知道導演實在其實很辛苦 有時候會很無助 你會很希望說 有些人是不是他可以給你一些意見 結果他反而都 都不 就是完全放手讓你去 他就跟我說 他就跟我說 這是你的電影 你要自己做決定 自己負責 所以在柏宏你的眼中 在片場 你有片場裡面 吳麗珍健身場會出現嗎 出現在片場 不常耶 但是他出現就會請大家吃飯喝飲料 所以他在現場是代演一個就是 他很少出現 他來就是請大家吃飯 搬鬥 請大家吃飯 所以他代演一個就是一個長輩 然後會帶非常多好吃的東西 還有飲食來到現場 跟大家分享的一個角色 對 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覺得他真的是 相當只出現兩次吧 一次就是 請大家吃海鮮 第二次是因為我知道我拍到那個時候 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他帶著我壓力太大 他就就是來現場 就是希望 就是 讓現場穩住啦 就是 讓我知道說不用 不用那麼擔心這樣 所以其實喔 我們剛剛在看預告片的時候 我覺得導演這次 應該是對這部片真的很滿意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還在聊的時候 預告片來 在拍 導演就說 好好看喔 好好看喔 怎麼這麼好好看 對 所以導演最後要不要跟大家推薦一下 9月11號上映的這個 可以帶我去遠方 你覺得觀眾 你會希望大家帶什麼樣的心情 來到戲院裡面 去看這部電影 其實 其實我覺得喔 就是 柏虹 因為我們男主角 他跟我說過一個一個 他看完之後自己的感想 我非常非常喜歡 他說的那件事情 是什麼 他說 你要自己說 你說了什麼 你說你說 他說 他很喜歡帶我去遠方 可是他覺得 這個電影是一個很難跟人家說 我為什麼喜歡的電影 因為好像 你如果要跟人家說 我為什麼喜歡裡面的劇情 我就要告訴你 我所有心中的 最深的那個秘密 因為他會勾起一個 你自己 好像放在心中很久的一個回憶 或是一個秘密 你可能 平常好像 就是說可能找不到人家說 那些事情 那他覺得在我去遠方 就是 看完之後 會讓人家想找一個人 分享自己心裡面的那些 最… 平常會藏起來的感受 對 所以感覺是很… 應該是就是看完 你會有一些不一樣 每個人會有不一樣的感觸 而且你可以去找到一些 你心底 深藏的那些 屬於自己的 聲音 所以大家也要多多的 進戲院來支持這部電影了 今天謝謝兩位來到現場 謝謝 我們休息一下稍微回來